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兄弟联10分钟加把系列课程的时间了 我是威哥 威哥在手,天下网友 大家好,我是小白 好,今天是我们第9讲 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加瓦常用的开发工具 OK 威哥,昨天咱们写Hello World 不是用记事本写的吗 对,昨天我们写Hello World是用记事本来去完成的 实际上记事本就可以作为我们写程序的一个工具 是吧,我们编写程序是通过记事本来去写的 对啊 是吧,那我们在写这个程序的时候呢 直接用记事本来写 你看啊,应该是比较容易这个出错 是吧,因为它那个里面的这个写的代码呢 完全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比如说高亮显示等等一些功能 是吧,也没有智能提示 这样的,那在我们学习阶段呢 用记事本来去写代码还是挺好的 还是挺好的 那我们现在呢是为大家介绍几个这个常用的开发工具 未来我们在这个实际开发当中会用到的 OK,好 我这里列成两个部分啊 我们的开发环境呢 我这里分成了这个第一类呢 是这种文本编辑器 文本编辑器 就比如说我们前面用写Hello World的记事本,对吧 还有一个这叫ID Plus 还有一个叫UE 这都是这个叫文本编辑器 就专门来编辑文本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文本编辑器 都是可以的 用来写代码都是OK的 那么下面一类呢 介绍的是这种集成开发环境 集成 对,比如JBuilder,Eclipse跟NetBeans 这个编辑器跟这个集成开发环境 它那又有什么区别啊 是这样的啊 就编辑器 编辑器呢 这里我们主要是说的是这种文本编辑器 对吧 它可能只能提供一些这个文本性 我们代码的一个录入 是吧 文本的 对,只是经过针对一些文本的 没有其他额外 我们开发的时候需要的辅助的一些功能 那么集成开发环境呢 它是这样的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呢 在以后未来开发当中 应该说是 99%的这个应该程序员都会使用这个叫Eclipse 这个开发环境 这是一个专门用来开发这个 用来这个可以写这个写程序的一个这样一个工具 那这个工具的好处呢 它就比那个 比如说我们用编辑器的时候 它功能更加强大 比如说它可以提供 你写复杂代码的时候 它有这个 比如说智能提示 是吧 有这个高亮显示 还有这个 比如说 这个这个调试的功能 对吧 还有等等 这些它所以 它呢 可以帮助我们在写程序的时候 能够提高效率 能够提高效率 是这样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这个是这样的 我们在初学者来说呢 如果一上来 就用这种集成开发环境 对吧 就比较好的 对吧 比较好的 这种工具的话呢 往往反而不利于我们去学习 我们在学习阶段呢 你用一些这个普通的文本编辑器 对吧 来去写代码的话呢 就更有利益呢 帮助我们去记忆这个代码 明白了吧 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我们这里是这样的 前半部分这个基础知识阶段 我们这里呢 就选择一个文本编辑器 我这里选择的是这个ID plus 这个文本编辑器 来去编写代码 它的好处是 它可以支持我们这个高亮显示 高亮 对 有这个关键字 它会高亮显示 一会儿我们安装 然后试一下 是吧 大家就知道了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 之前 昨天我们写这个hello world的时候 有这个编译跟这个执行两个环节 对吧 需要在命令行里面去完成 对不对 对 如果我们通过ID plus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命令啊 配置到这个工具里面 这样的话我们在编译跟执行的时候呢 就会更加方便一些 OK OK 好吧 然后后面的课程里面呢 我们在熟悉的前面的基础知识点以后 我们会教大家去怎么去使用这个集成开发环境 也就是eglipse 怎么去使用 到时候我们还会再说 好 好吧 就这个意思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把这个ID plus啊 这个文文编译器来安装一下 好吧 OK 我自己呢 提前下载了一个这个ID plus的一个安装包啊 这是一个压缩包啊 压缩包啊 我这里是版本比稍微低一点啊 但是都没关系啊 没关系 我们双击 然后呢 这里就是一个安装文件 对吧 这里面需要注册码注册一下啊 这个安装软件呢 应该是比较简单了 是吧 同意下一步 下一步 然后呢 你就取一个安装的这个路径 对吧 我说了我这里 一般情况下 我都安装在我的地盘的这个 soft bell 这个目标下 对吧 下一步完成 好 这是快捷方式啊 快捷方式 你要的话就选上就OK了 好吧 这里呢 可以添加到系统的右键菜单 对吧 这里我们选择是 好吧 为了方便打开代码 所以能够看见啊 好 下一步安装 好 非常快啊 好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直接运行就可以了 好 OK 好 运行完以后呢 这边有一个这个注册码 我们需要注册一下 是吧 OK 我们这注册码打开 这边有一个名字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是这个后面的code 对吧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 Ctrl C 复制过来 然后在这呢 粘贴上 注册一下 OK 我们重新 打开 就OK了 打开 这个不是 我们安装在这儿 是吧 打开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打开这个文本编辑器了 是吧 打开文本编辑器以后呢 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现在我们可以一定用这个工具来编写一个程序 编写一个我们昨天写的Hello World 好吧 Hello小白 好 OK 我们在这儿呢 新建一个 你看啊 我们就可以新建一个模板是吧 它这里有模板啊 是加碼模板 对不对 我们点击这个加碼 你看 它就会自动给我们生成一些代码是吧 生成一代码 这是一个模板啊 就是你可以自己敲都没有问题 好吧 比如我们取一个名字叫 Hello我的 是吧 Hello我的 OK 这边呢 我们加一个 Public 对吧 这个括号呢 我们可以放这儿啊 也可以放下来都没问题啊 这都是OK的 都可以 换一行放也是可以 这是Hello 我就 Hello小白吧 好吧 OK Hello小白 好 这是我们写好的一个 Hello World这样一个程序 我们再保存一下 是吧 按这个Ctrl S 就可以保存了 或者文件保存也可以 是吧 保存的时候呢 这里呢 我比如说我保存在我们的 这个 这个 课程里面的这个代码的 是第九讲 是吧 第九讲 我们叫 Hello World 对吧 Hello World 它后面呢保存的是 点加文件 对吧 OK保存 保存 好 这样我们这个加文件呢 就已经保存完毕了 是不是 然后我们是不是要去编译它呀 是 你看这个代码 我们看起来是不是 更加的清晰清楚一点 你看它会把这个关键字 会有高亮显示是吗 会有不同的颜色 这样的话呢 有助于我们去写代码是吧 去区分 是不是 哪些是关键字 哪些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OK 就有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高亮显示 这样一个功能 好 下面我们需要去编译的时候 如何去编译呢 我们 我们知道编译这个 加瓦原代码需要用什么命令 加瓦命令 加瓦C 加瓦C是吧 我们昨天的加瓦C 然后加瓦命令是用来 执行 执行的 是吧 没有错 就是用来执行自己码的 对吧 对对 好 这两个步骤呢 我们如果没有 没有利用工具的情况下 我们就直接在CMD里面 去执行编译的 对 是不是 这样可能 每次这样的话 可能稍微比较 繁琐麻烦一点 是吧 现在我们用这个ID plus 我们可以去配置这样一个工具 OK 为了方便 我们在编译的时候更加方便 好 如何配置呢 你看一下 我们在这儿 它有一个工具 是吧 有工具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点这个配置用户工具 对吧 配置用户工具 我们在这点一下 好 在这个配置用户工具这里 你看 它自动选择这个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添加工具 也就是我们把加瓦C这个命令添加进来 明白了吧 OK 添加工具 什么呢 是不是我们添加一个加瓦C是一个程序吧 是一个命令是吧 我就添加一个程序 OK 然后为这个呢取一个名字 比如说我就叫加瓦C 这是随便写的一个名字 对吧 那我的命令是谁呢 命令是不是 我找JDK下面那个加瓦C命令 对不对 OK 我打开我的这个地盘 是不是 Software对吧 对 加瓦下面的JDK 并目录下的加瓦C 这个命令 是吧 对 加瓦C命令 OK 好 然后编译的时候 我们就使用这个命令 然后参数是什么呢 参数就是我这个文件的这个文件名称是吗 对不对 文件名称是不是要代扩展名啊 对 代扩展这是无扩展名的 我们选择这个文件名称啊 文件名称就可以了 然后起始目录我们就写的是文件所在的目录 对吧 这两个变量写好 OK 保存一下 然后这个补货输出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选中一下 这样的话呢 编译的时候会在这儿会有一个小窗口 提示 OK 就枪战完了 然后还有一个加瓦命令 对吧 对 我们同样呢 再配置一个添加工具程序 这边呢 用的是加瓦 这里命令呢 我们用的是加瓦命令 对吧 对 加瓦命令 OK 参数呢 这个时候参数是不是还是文件名称啊 是 但是这个应该是什么 无扩展名的 对不对 对 无扩展名的 OK 然后起始目录同样是文件目录 好 这个就不补货了 OK 好 配置完以后 我们现在编译一下 你看工具是不是有 这架是谁啊 编译 你看这里有一个小窗口是吧 就是补货的窗口 编译完成 是吧 然后我们再执行 你看一下 再用加瓦执行是吧 加瓦命令执行 哈喽小白 OK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工具的一个使用 好吧 OK 那我们就先介绍到这 谢谢大家 威哥在手 天下我有 下期再见 再见